患了癌症之後呢 第一件事當然想說康復 康復的第一步又是怎樣做呢? 問一下長哥先 長哥我經常都說 癌症和所有病都是心病 首先就是搞定你的心 不過只是這樣說 那麼抽象 可能你會覺得不見事 那你要做事了 很多事情我們可以做的 其中有一件事 可能你聽過長哥說 從生理角度來講 就是那個原因 你太毒 長哥經常都說 什麼病都好 你不用處理病 排了毒 病就不需要在那裡了 那就自己會怎樣 那怎樣生理排毒呢? 生理排毒通常都是很多方法的 我想你都聽過 很多排毒的方法 最近這幾年 那些 通常呢 那些人想起排毒呢 就會想起很多不同的功法 唱歌可以排毒的 嗯 到現在都可以排毒 當然 當然 現在不是很有洗肥嗎 戲缸那些可以排毒 洗肥也可以排毒 當然 出汗也可以排毒 梳頭也可以排毒 是軟水救不到近火 那怎樣 即是等到它的毒 這陣子都太慢了 嗯 即是你現在我常常都比喻 你有三千代垃圾 你的身體只可以接受二百代 那你等下兩代等下兩代 何時才等到二百代呢 那怎樣呢 那你還沒等下兩代 你已經沒了命 身體是頂不住了 那你要用一些很有效的 很快手的 很保證的方法 對不對 那我一直找 找了這麼多年 這麼多十年 結果我的結論 都是三招了 什麼呢 那第一樣呢 就是斷食 斷食 斷食就是 吃少點東西 斷食不是一陣子不吃東西的 斷食有很多方法的 有機會我們一起研究一起玩 要斷食 斷食就是很快排毒 第二樣你講了洗腸 嗯 對洗腸有很多種的 那就是 你要很有效的 看著 這樣 好有效的 第三樣呢 就是 吃生 嘩 吃了生 就自然會排好毒 還有吃了生 之後呢 你就不再 壓好毒下去了 就是斷食 洗腸 和吃生 長哥的食 切三角 那哥哥來到我那裡呢 我都是 強烈 建議他 最好做這個 斷食幾天 看看情形 看看他可以承受到 如果他承受不到 免扣沒有幸福的 是吧 就 當然要配合其他東西的 剛才你說出汗 曬曬陽 做瑜伽當然好 嗯 這個要做配合的 主打是那三樣 明白 而基本呢 就是 要改變心 嗯 記住這三樣東西 從心理的角度來講 就做這一樣 是 這三樣 就是 斷食 洗腸 吃生 好 多謝長哥你的分享 記得我們訂閱長哥的頻道 還有按下方的小鈴鐺 拜拜 拜拜